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2021年度鸡车王杯小型赛车锦标赛的今天大日子 今天就是决赛11月27号的终极鸡车王杯 特别这次拍上来直播室先,因为都有很多成绩需要和大家交代一下 100cc开赛之前,特别和大家讲讲全年积分的形势方面 因为今天特别是鸡甲和鸡超的混合组别比赛,所以形势是更加混乱的 首先跟大家讲讲鸡超和鸡脚的形势 首先讲鸡超,全年錦标赛方面,暂时领先的是Wayline67分是领先龙虎榜 第二是51分的King Liu69,第三是张敬宇48分,胡耀光也有48分,紧守着三四位 换句话说,Wayline和69其实这里是相差16分 如果今天Wayline的车是不能回来或者完全得不到分 而同时间69是投车回来,69会得到19分,Wayline就会得到0分 那就会形成了69就会超越了Wayline,成为今年的全年总冠军 但所有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King Liu69可以在这场鸡甲鸡车混合战里取得投车 再数下去,张敬宇和胡耀光其实是同分的 但因为张敬宇有两场的投车关系,所以如果两位车手同分 都将会是张敬宇拿到的全年第三名 所以光哥胡耀光今天特别出展,希望在这里争取到1分 就顶得住全年第三位 跟大家说回甲组,鸡甲键标赛方面究竟是什么形勢 现在暂时领先的就是马沙鸠,马沙鸠69分 领先第二的质田63分是6分 换句话说,如果这一场是阿田赢了第一名 马沙鸠第二,两个同分就会质田赢全年总冠军 因为质田在分站的投车次数比马沙鸠多 但如果马沙鸠和质田两位车手都完全没有分 马沙鸠可以轻松地取得全年总冠军 这位九斤鸡甲的总冠军第一名,赚得很激疑 另外,鸡甲的全年第三名亦都赚到 全年第三名,亦都赚到头 分别有几位车手,包括Hanry Yu拿着41分 Wayman 39分,Wing Won 36分 Kenny Chow 27分,还有Sunny爸爸今场舞斗 这四位车手全部都有机会染指全年第三名 特别是Hanry,Wayman和Ring Won 三位分别是41分,39分和36分 在这里基本上最多都是欠五分 基本上哪一位可以在这一场先回来 那位就可以夺得全年鸡甲的第三名的薯榮 Kenny Chow在数字上还有机会 但落后分数比较多 似乎就机会未是太大了 好了,现在听到下面好像着车有些引擎声 你一起把镜头转移来看看下面的比赛情况是怎样 一起看看现场的情况 好,各位观众 再一次欢迎大家收看 2011年度鸡车王杯的决赛 画面看到是100cc的决赛 首先跟大家讲讲排位 排第一是Brian Liu 第二是炸弹人 第三是Edwin Leung 第四是猫猫 第五是King D69 第六是Hanry Yu 第七是Tim Mishan 第八是Ricky Mank 第九是Kenny Chow 第十是侄田 第十一是马屎强 第十二是Ray 第十三是Tommy仔 第十四是Brian Yu 第十五是Wing Won 第十六是Ray Mung Zhang 第十七是Masaro 第十八是Version 第十九是Steve 第十一是Daniel Choi 第21是Marchi 第22是Toni Ho 第23是Leo Chen 第24是全年第三名的胡耀光光哥 那二十四部车呢 今天很多车 一起进直路准备起步 好了,熊德一色 全部车已经起步了 一起抽头出来了 暂时占先在外袋 看到炸弹人在这里偷了出来 反而前面猴猴 未能够进占到有利的位置 一路就退了下来 看到那二十四部车一路进T34 这个车其实相当危险 前两站在这个车 亦发生了相当多的意外 今天大家车手亦都相当谨慎 鬥到全年最后一场 鬥到十四个圈的赛事 看到一堆车 鬥得相当近 其中一堆车 这里已经有部车被人射出去 看看是谁来的 哎呀,好可惜啊 是King Yu69 他争全年的雞超总冠军 在这里 AAPASS出弹的时候 哎呀,失控 冲出草碑地 似乎 在这一场未必有机会 可以追到头车 似乎 雞超的全年总冠军 薇拉应该很有机会 看回比赛 一堆车回来的时候 现在暂时领先 就是这一位 上一站我们雞超的 头车车手 Brian Newell 在这里 这部车相当精神 在这里 半个车身上了草地 顶着他 Brian Newell 在这里很轻松 第一个圈已经透出了 现在是头车的 炸彈一直推着他 奔靶跌奔靶 在这里 有几位车手 包括这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 呃 看看先 是Harry Yu 没错 Harry Yu在这三车 最后是小猴子 最后是水地王 Tommy仔 再下红色衣服很认的 Ricky Matt 再下一点 见到Version 侄田 还有这一位 应该是Edward 很久没见了 最后一点 见到Raymond 整台车都相当快 这车多了不得了 全部的车都很紧臭 那 讲车都不太容易了 看下去 现在暂时领先 两个圈回来的 完了 还有12个圈的时候 暂时领先的 仍然是Brown New 领先了大概有0.3 这里有一个Cousine 非常轻松 后一点的炸彈 也拉开了后面一堆车 哇 这里的Tommy仔 在T1弯的时候 确定在Inside那里 就过了 猴子在这里已经进召了第三 哇 你还有一些粒尾 后面串了一堆车 分别有Henry Yu 有Version 镜头都没做得太清楚 一路追着前面的车 Brown New Brown New在这里一路透出 一路走上去 其实Brown New 今年一路在鸡车王杯 看到了 大家都在贵中的时候 大概开始玩鸡车王杯 鸡甲鸡 很努力去鑽研赛车技术 现在甚至在上一站 赢了我们鸡车的投赛 这一站 亦都在二寿费 四位车手里面 现在竟然是领先 全部后面一阵群红 大概有0.5到0.7秒 那么远的时间 炸彈用一条很孤寒的线 希望可以快一点圈速 可以追到他前面 这位Brown New 哇 这位真是很厉害 他虽然身形很高大 但无碍他都快的圈速了 看到后面整列车 鬥到有一串 相信这一站 都是属于全年最精彩的一场 鸡车王杯 看到几位比较容易认识 大家一起看看 就是红色衣服 白色头盔 Ricky Man 一向都是圈速比较快 在前面看到他 那么再后一点 有一堆包括Version 一段时间没回来玩了 今天又在 再后一点 又是一段时间我来玩 Marchi 再后一点 大家很熟悉的 失地王 马屎强灰色衫 白色头盔也跟得很贴的了 那么现在前面的十部车 其实呢 他们分开分别的时间 应该是少于1.5秒的距离 斗得相当相当之贴的了 暂时呢 Brown New 仍然未可以脱到后面 炸彈人的来发 看到呢 Tommy仔这里 已经咬到上来三车 似乎已经将炸彈人 放入射程范围了 三个圈回来之后 还有十一个圈时间 那么看到呢 炸彈人呢 现在呢 因为这辆车可能不太精神了 那么 Tommy仔这里逆步逆出 一路追上第三车位 一路呢 咬着炸彈人 T4 T5 这里整辆车呢 亦都过得相当之顺的 似乎呢 后面的位置呢 暂时都未会改变到 暂时仍然领先的 仍然关了 炸彈呢 想这里在Inside上插它了 不够了 距离比较少少 那么Tommy仔呢 趁炸彈这条线 刚才走得不太好呢 那么现在呢 就已经进渐上来呢 准备呢 在撞山那里呢 看看搞这个炸彈的了 那么炸彈呢 撞山出来呢 转数呢 是倒了少少了 不是太够高了 那么看到Tommy仔呢 这里左右找位了 希望呢 可以在这个雪茄那里 过到炸彈的炸彈 炸彈在北方博忙 斗了鸡超红杯呢 都好一段时间的了 这里先看看 Tommy仔 哎呀 在这里呢 竟然呢 入直路弯这里呢 Tommy仔都耍一耍手 不好意思了 在这里呢 在Inside甲有强硬少少的情况下呢 就碰到炸彈人少少 令到呢 炸彈也都倒了一转 直路尾呢 直到慢了 后面呢 排队了 那么啊 令到呢 Brand Niu呢 他的优势呢 也都是拉开了很远了 那么现在看回呢 二车就是炸彈人 三车就是Tommy仔 四车呢 就是这位好异认的 也都Herry又穿着大会衣 后一点呢 看到呢 猴子也穿着大会衣 红色头盔的 再下就是MarchiMarchi 已经搞了猴子了 最后消息呢 就是大家很熟的了 南山白头盔的Edmond 最后消息呢 看到Ray Lai呢 在这里已经追到上来了 我和马斯克呢 也都在咬着他了 那似乎Ray Lai呢 拿这个全年的 雞车总冠军呢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呢 刚才呢 六九已经在 开初的第一圈的时候呢 就炒了车 似乎呢 在积分榜上面呢 未有人威胁到他 只要Ray Lai今天呢 顺利或者不顺利都好了 因为炸彈已经赢了头 六九已经赢了头车 那么相信呢 他今年呢 赢全年总冠军的机会呢 亦都高耸日云 那么我们也都追踪了几位 是在斗鸡甲的车手 因为呢 鸡甲那方面的 争取全年第三名 和第一名呢 亦都争取得相当之激烈 哎呀 就是这里呢 T4那里呢 亦炒了一堆车 哇 看看有哪一部 更不幸呢 其中包括见到好像Marchi 但是很幸好 几部车都不是有太大的受伤 车手没事 那辆车掉了头呢 仍然可以继续比赛 但是呢 时间上面就失去了 其中包括几部车 我都看不到太清楚 那因为镜头呢 暂时连最近呢 领先这一位呢 Brand Niu呢 哇 这里呢 可以有1.2秒的距离 大概 那么很轻松了 变成呢 后面那堆后面 后面差了 前面呢 Brand Niu真的没有你那么好气了 走了一条街那么远了 是的 非常之 新的车手 但是呢 在这里呢 都表现得相当成熟了 线道啊 各方面啊 走一些线啊 甚至呢 在领先那时 那个心理状态呢 也是相当之高的水平 所以呢 在暂时呢 也都没有车手威胁到他 去数回呢 看到后面呢 现在暂时二车呢 炸弹人了 三车呢 就是Henry U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一路下来呢 在鸡车龙的表现呢 一路呢 爬升上去的 今年呢 甚至可以 爭取这个鸡甲组的 全年第三名 在这里呢 相信机会也相当大了 因为现在暂时呢 是第三车的 那么在后消息 看到马斯强呢 也都跟得相当之贴 马斯也是一位 大家非常熟悉的车手了 那么其实他就 大家都记得啦 记忆游身的 他的实力呢 就没头之意了 而且今天呢 其实Hit 2的时候呢 马斯强呢 亦都是赢了Hit 2的头车回来的 那么 那马斯强这位车手呢 非常喜欢的车手啦 但是同时间呢 亦都有他游情的一面了 那么最近呢 他也都开始呢 玩这个盆栽种下花 这样的巨民 那么 那么 大家如果 对中花有兴趣 都可以问一下马斯强 那种花 他也相当有研究的 那么 除了斗车呢 有铁汉有情 马斯强这一艇啦 有女生有兴趣呢 可以联络一下他 好 看回比赛啦 马斯强后面这位 咬着他呢 应该呢 大家熟悉的M1 这里呢 几部车 2345车呢 鬥到呢 很激烈的 再后小小小呢 看到呢 就是红色衣服的Ricky啦 在后面 Wayman也追着他啦 Wayman呢 其实就不是追着Ricky的 其实他追着呢 前面这位Henry U 希望呢 可以做底去呢 就可以赢到全联的第三名 在这里呢 鬥到呢 比赛差不多呢 过了一半 这个马斯强的Inside呢 就抽了Henry U Henry U 可似乎呢 脖子有点累了 脖子的 进直路呢 这里呢 猴子呢 橙色头骨呢 吃完的位置呢 希望能顶住Henry U 就顶不住 暂时仍然第二车都是炸弹 跟着后面 马斯强上来 上得相当快的啦 跟着呢 在后小小时看到Henry U 一路咬住啦 这里一吋车啦 前面有部慢车啦 看看会不会呢 影响到前面的赛果啦 哎呀 这里呢 有慢车走走走 会不会帮到 好啦 入Wayman 原来这位Wayman 我们不要理他了 Wayman也很有经验啦 鬆开一点油门 还有呢 线位呢 被后面一吋车过了啦 暂时仍然在斗近呢 已经冲进撞山湾呢 暂时仍然是呢 炸弹啦 马斯强啦 再有小小时Henry呢 被猴子呢 弄到她的线都有点错错的啦 再有小时呢 就是Wayman也都相当之有经验的车手 五部车斗到呢 一路冲回来呢 这个Shaking 再进这个遮仔湾 看马斯强呢 选条外线 看这里可不可以搞多炸弹啦 线路呢 这个位置不是太够 那镜头就追回了小小头车啦 亦都见到呢 Granil呢 在这里已经领先了大概四至五秒的距离 脱到相当之远的了 没来攻这么远 应该是追不到的啦 那见到呢 仍然五部车斗都相当激烈的 一路在欠第二名的 暂时呢 炸弹仍然紧守着第二位啦 马斯强第三啦 再厚小小就是Henry 还有猴子 红色头盔 还有蓝色衣 这里呢 炸弹条线阔了一点点 放给马斯强呢 再来这个WMS 哎呀 这里竟然间呢 但是啊 Henry呢 后面修饰不及呢 轻轻碰到炸弹人 那啊 几位车手出了草皮地 这里呢 Henry就冲上来 但很可惜呢 大家镜头看到了 这一位呢 就是灰色衫 红色头盔的 威敏呢 已经过了 Henry的换句话说呢 如果以这个成绩回来呢 Henry呢 应该就会将他的 全年第三名呢 拱手相让 给威敏 这里呢 哇 真的看到大家观众都滴汗了 那么看回现在的成绩呢 暂时呢 Edward是这个二车 在后是小猴子 黏着咬着咬着咬着 相当之紧的 再下来就是Tommy仔 再下来就是威敏 几位车手呢 现在最后一个圈 鬥到怎么样呢 都不见到格子奇迷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现在WAPAS 亦都猴子 相当之aggressive的车手呢 在这里阻闪右臂 在这里仰下仰下仰下 就给到前面 Edward很大压力 看看这一撞三弯 Edward会不会被他移动 那么这里看到呢 Tommy仔呢 也都在后面 噢 现在是Maei的一个圈来的 不好意思 看回这个电脑的资料 暂时呢 这个对面呢 对面上滑梯落回来呢 见到Shaking Edward呢 也都眼尾沙沙沙后面 猴子给到的压力呢 相得之紧 猴子呢也都玩车呢 相当有经验的了 再后面呢就是Tommy仔 现在呢仅守着第四位 再后面呢 就对这个全年第三名 虎视丹丹的Wayman 再后消消息Ricky Matt 今年暂时呢 在计输黄杯呢 很多时候因为意外了 未有成绩就见到的 那几位车手斗得相当激烈的了 前面呢 头车 Briant Neal呢 就已经脱了狗 没联工那么远的了 那我们不要理他了 看回蓝色衣服的 Edmond Edward 现在就是第二车 三车就是猴子 四车就是Tommy仔 也都摸摸後面的Wayman 会不会给他带来压力的 似乎呢 Tommy仔不方摸摸 我们现在几位的 总支车手呢 全部炒散了 剩下Tommy仔一位呢 看他这里呢 会不会顶得住 这个鸡超组的分站第三名了 那么 Tommy仔在这里挑一条闊一点的线 一路追一路追 看看追不追到 那么 看到对面呢 撞山弯下回来的时候 Edward似乎这里的圈速呢 就稍微慢了一点 每只弯呢 好像慢了后面大概有 0.08到0.1左右 在这里呢 也都令到后面的猴子 在这里呢 追得越来越近了 那么当然了 Tommy仔也都憑着他 相当丰富的经验 在这里呢 也都贴着猴子 似乎呢 他在最后一个圈那里 要过猴子应该不是问题 T1的时候呢 Tommy仔又试试拨一拨 走蹄呢 比较窄一点的线 希望可以插到猴子 在这里呢 也都不会被你得到情的了 因为猴子都相当惊艳 那么四位车手 就说二三四五名了 这里欠着二车的了 蓝色衣服就是Edward 厚一点大会衣服 红色头盔就是猴子 再落的就是Tommy仔 跟着呢 就是Wayman 四部车斗得相当之贴 随时有意外出现都未顶 这里呢 一起进入三湾四部车 喂 镜头你拍着哪里啊 镜头追回这个头车 很可惜了 镜头呢就追着这个头车 Renee因为回来 最后一个圈 应该迎接隔车旗的了 那么后面几部车呢 应该呢都会是呢 以刚才那个秩序呢 回来冲线的了 看看先 是啊 举手示意了 Renee很高兴了 那么看回以车是哪位先 镜头追回 诶 竟然间呢 是这个Wayman和猴子 似乎呢 刚才是撞三湾呢 可能发生了多少意外了 令到呢有几位车手呢 在那里 Edmund呢 Edward呢 和啊 Tommy仔呢 可能受到影响的嘛 很可惜镜头就未能够追到 那么啊 回到来呢 我和大家报个分站的成绩先 跑第一的就是 连续两站得到 雞超头车的brand new 第二就是Wayman Zhang 也是呢 顺利赢了雞甲组的第三名的了 第三就是猴子 第一次参加雞超红杯 再数下去就是Wikim 第五就是Daniel Choi 第六就是Kenny Chow 第七就是Tony Ho 很少回来玩的了 今天读到第七名 也有两分不错的 再数下去呢 就是刚才呢 本来跟着分站第三名呢 他撞三分应该出了意外的Tommy Lau 第九就是Edward 第十是Henry Yu 很可惜啊 刚才和炸弹呢 发生了一些碰撞 第十一的就是Wing Wong 第十二的是Marchi 第十三的是Brian Yu 第十四的是Marzau 第十五的King Liu 第十六的炸弹也都炒了车的了 完成不了了 再数下去马斯权也炒了 完成不了了 第十八是Version 脱了几点子的 第十八是Wayline 第二十是质田 第二十一是回耀光光哥也都拿不到一分的了 换句话说呢 张敬宇是这个鸡小组的全年第三名的了 第十二也是第一次参加鸡车王杯的Tommy 那哇 这场车呢 真的趕到气急了 那再一次多谢大家收看鸡车王杯的现场直播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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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